从2014年开始,中韩两国每年举行仪式将最新拉掘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送回中国 23号上午第10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沈阳桃仙机场举行 中国派出空军运20专机接在遗骸,各方都用最高的礼仪迎接烈士遗骸回国 24号上午将会在沈阳志愿军烈士陵远举行安葬仪式 战友们,我们现在已进入中国领空,回到家了 让英雄们好好看看我们美丽而和平的祖国 两半两飞机,我是空军加尔人飞机员布号 我部加尔人飞机长下,部位为您护发 我是空军第二轮机党陆仲华 我部方面接应,四人军忠烈回国 进入中国领空,解放军空军两架歼20专机升空 为搭载烈士遗骸的运20专机护航 双20同框,三机编队在沈阳机场上空通畅 空军以最高礼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11点32分,专机落地 沈阳桃仙机场以过水煤航空最高力 为烈士们接风洗尘 同时两架歼20战机再次低空通畅 专机停稳,边检,解放军,烈士林员工作人员 登机进行交接 随后,礼宾将25位志愿军烈士官果 和相关遗物爆下专机 礼宾完成官果整理,转到官果停放区 12点18分续,营会仪式在国歌声中开始 国务委员慎怡琴发表讲话 全体人员向烈士一孩三鞠躬 礼宾报护,烈士官果登上林车 48名骑警,护送林车 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林员 从2014年开始 中国是非10批从韩国赢回938具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近万件的烈士遗物 遗骸遗物赢回之后 会快速展开身份信息确认及寻亲工作 但是受到年代久远 遗骸受损严重及相关信息缺失的影响 烈士的寻亲工作并不容易 截至目前超过10位的烈士身份信息 获得确认寻找亲属 第10批赢回的25具在韩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将会在近期展开DAN提取工作 为他们寻亲 以上是凤凰卫视 霍文伟刘健 在沈阳桃仙机场的采访报道